庄总 严先生 法务部刚刚收到了海外银行 最新的还款通知 如果明天早上十点 我们还不能完成全部交款的话 银行会冻结我们所有的固定资产 那发行保证金也会 我会冻结我们的固定 我找到办法了 财务部将海外公司 所有交易中的大项开支 立刻承交给法务部 运营部将海外银行债券 合约中的还款日期 还有分期条款 立刻进行比对 营销中心将蓝海集团的 购售计划重新进行核算 还有财务经理 立刻将集团内的 所有资金流水 向总裁事汇报 法务部立刻向海外银行申请 调查大宗交易中的泡沫经济 申请分期还款 调拨集团内大宗流水资金 启动应急还款 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调拨集团内大宗流水资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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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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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刚刚海外银行的副行长亲自来电 说对我们提出的三项条款全部认同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清算大宗项 启动分期 也收到了财务部转会的先期还款 那就是说 蓝海一星 债务违约危机 结束了 终于不用待在这个地方了 袁帅 我们去一醉放休 对 把上次设计师的那个姑娘一起叫上 我喝死她 刀干嘛 走 走了 这么高兴啊 当然高兴啊 蓝海的债券危机解决了 你不高兴啊 就只是个债券危机而已 就只是 我为了这个债券危机 我可被困在这个办公室里三天三夜 我没有功劳有点苦劳吧 你学过经济 没有啊 如果你是想问我项目晚来款 泡沫还有分期的事情的话 我就是记忆力比较好而已 我小时候我就发现 我的记忆力比别人都要好 我对那些看过的书啊 还有读过的诗词 记得都比别人更加清楚长久 所以这次呢 我也就是把所有的清单都看了一遍 然后记住了海外大宗交易的款项 然后再进行后期的比对 就发现款项中的泡沫了 至于分期条款呢 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 某次客座金融教授讲过 所以我就回去 把那个合约书看了一遍 所以真的不是我会经济 就是记忆力比较好而已 你做得很好 真的 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真的 其实也没有 就是想帮你 还有公司 多分担一点 就是对了 我还是оздrops 都给你 好多的 你就能想帮你 我看把你全面的成统 都预复了 我看不到你 我给你 一些就像一个在一起 我看不到你 那观看 你帮你 你寻想帮你 给你一下 我看不到你 饮有你的陪伴 从未时刻否认 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 命运兜兜转转 化作无限期盼 我想你会喜欢 在阳光下铺满花瓣 我就这样的被你熄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有你就是值得 让我在你的世界里 伴在你左右 落泪的时候 涌入你怀中 我会带你追逐星空 绝不会放手 你看着我的时候 流星划过最美的夜空 想你给我的笑容 你像是愚一样的《月》 你像是愚一样的 你像是愚一样的